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击败当时很热的红尘 成为最后的冠军 后来王生就开始对他很多质疑 人气远不如其他几位 却最后成为赢家 很多人质疑 释加了水分 多年之后 他说这是最遗憾的事情 因为这样并没有给他带来好的前程 成功后的他忙得转不过来 他的通告都是满满的 最好的时候竟然三分钟可以赚五十万 听着就很开心 多年之后 他还是觉得这是一场梦 他丢失了自己 也疏远了身边的朋友 就连自己的母亲找自己 他就推托说 要找他的经纪人 觉得自己开始走进上流社会 每天都是应酬不断 不过后来一年后就没有几个通告的 天天在家吃泡面 没脸出去见人 接受了自己的现状后 他回老家了 慢慢的也和家人亲近了 破育生计 他开始开出租 跑生意 甚至还做了微商 当粉丝认出来的时候 各种新闻满天飞 如今 在家人的鼓励之下 他再次成为了一个尾飘 重新开始 网友不免心酸 在这个看脸的时代 真的不是能唱几首歌 就可以站稳娱乐圈 还得看脸 没有很高的才华 就不会这么突出 所以小编还是劝他 能够好好的生活 找个安稳的工作